暑假来临哦 没有出游的朋友们请看过来 SoFUN继续带领大家游玩 大家好 我是周末达人杰宾 惊喜来了哦 这个周五邀请你一起来挑战小龙虾大卫王比赛 获得冠军有120的美金哦 我们一起与小龙虾大战吧 喝着啤酒 庆祝夏天的来临 和我们一起玩转圣地阿哥吧 Let's go 本周的Nunversive就是欧币街头集市 辣椒肉酱举办的是第40届咯 加入的人数呢 大概会超过7万人 现场有音乐还有娱乐节目 另外呢 还有社区的壁画项目 艺术家展 嘉年华游乐设施和游戏 美食海冰啤酒花园等等 最有趣的就是吃汉堡大赛与辣椒比赛了 由业余的参赛者挑战最辣的辣椒 是Ocean Beach每年夏天 非凡热闹有气的活动哦 本周的No.2就是夜间动物园 暑假呢 就是要奔放一下 好好放松一下吧 你喜欢新鲜的食物吗 可爱奇特的动物 让人百看不厌 好主意来咯 暑假期间去夜间动物园吧 不但不拥挤 更好的是一点也不怕被晒黑 很适合美丽的你哦 夜间动物园将于本周开袍 每日将营业时间延长到晚上的8点 今年夜间动物园的活动非常地热闹 有现场的音乐表演 还有特殊的动物比赛 特别在非洲岩石区 可以欣赏到变色龙乐队 杂技表演 传统音乐 舞蹈表演及游行哦 几个有名的动物园角色 都不时会在公园里露面 孩子们也有很多机会 可以与他们拍照打招呼哦 本周的No.1 就是Wonderspace互动艺术体验 去年在圣地亚哥造成小旋风的 Wonderspace今年又席卷而来了 这是第三次将互动艺术 带到了圣地亚哥来展览 去年凭借创意许可证 吸引了超过17万8千的访客哦 今年的新主题是共同Wonderspace in Common 将有会带给圣地亚哥 朋友们什么样的新鲜的艺术体验呢 让我们一起去探个究竟吧 还要说的是 这个展览真的是充满了惊奇 一票难求哦 赶快行动起来 洛杉矶呈现报道 本周推荐的就是 Santa Barbara夏至庆祝活动 南家著名的滨海观光度假城Santa Barbara 这个周末将迎来最大的艺术盛会 日光游行你听过吗 原本呢在1974年举办过哦 只是一个由街头艺术家独特的想法 庆祝全年最长的日光小游行 到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知名的夏至庆典了 加州特色之一 今年呢吸引了超过10万的观众参与 游行当天会有各式各样的花车 巨型木偶奇特异装的表演者 表演者精湛的舞技 还有音乐戏剧表演 充满了渲染力和爆发力 让整个游行的街头相当的热闹与奔放 原创故事和新颖的动画技术 广受全球观众的欢迎 超越其他类型的电影 成为年度票房冠军 玩具总动员创下的种种革新记录 成为了全球动画产业立下新的标准 电影的第四季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故事是Andy离开家展开大学生涯 玩具们辗转来到爱惜玩具的小女孩 邦尼的家中 某天邦尼带来了一个首座的新成员 插旗加入玩具们 本身为抛旗式的餐具的插旗认为自己 不是玩具而是垃圾 因而引发了不少的混乱 在一场冒险的旅程之后 胡迪警长与老友牧羊女重逢 发现外面玩具们的世界 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个巨大 美好的时光特别快 又到时候说拜拜 搜索祝小伙伴们生命充满盼望欲喜乐 我是周末大人杰宾 我们这个周五小龙虾大赛见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